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而言是非常危险的 随后任校园又透露了时报事件的一个细节 原来马戎闯入后就开始跑到屋里发东西 然后架门反锁不出来 在里面撕东西冲马桶 从这个举动来看 马戎很显然销毁了重要文件 先用剪刀破坏天控系统 也是明白着不想被人发现做到无真无据 至于撕毁的是什么重要信息 目前还不知其强 只有马戎自己心里清楚 但从未来将要开展的财产分割案来看 很有可能是关于财产方面的文件 不过到底真相如何还要等官方公布一个书法 还原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文字幕包装大 onrus 《市民真正面三 gain0 justamente》 对方的家伙所以让他现场